五号青山 应该这么问我理解 你应该问我 你有没有问题 我说有 那我重问 五号青山你有没有问题 有 然后我应该咋问呢 刚才就是一分钟吧 我还是想了 年龄我大得太多了 我知道 对不起 元明那你介意 他比你大将近十岁吗 如果真心对我好 可以考虑 好 这个话你如果 早说一分钟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其实我还是不够自信 你在爱情事你不够自信 他在爱情那他也不够自信 你俩互相往回退一步 完了空出来了 手没前上 不遗憾吗 那能早点吗 遗憾 我先问你青山 你觉得如果女孩不在乎 差这八岁 你会在乎吗 我得想想 那就是你在乎这八岁 是吗 在乎 你刚开始给人留灯 人家满怀信心 来这个舞台找对象 是吧 你给人留灯 你给人报好话 啥玩意都是对人好 最后你嘎巴一下 把灯给灭了 人家好不容易抱着信心来找对象的 人家好不容易抱着信心来找对象的 你啥意思坑尸扁肚的呀 你喜欢不喜欢呢 是不是啊 你喜欢你就一直给人留灯 留灯到底 你是找对象还是他找对象 都是找对象的 我看见我憋性不知能老长时间了 加油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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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俩幸福 加油 加油 圆灵 我就问问你啊 看性格咱们俩性格都一样的人 水晶 标志 油 砂天 澳 水 水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虽然是不多 没有那个土头那么多 但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挣的 除了我妈和你妈以外 我这辈子我肯定对你 你想怎么好 我就怎么好 好 我就看着这四号和九号 私下里两个好哥们 今天这个挺残忍的呀 掌声有请四号土土 九号孟小瑶 我听导演说 他俩私下里关系特别好 上一期节目呢 孟小瑶还说呢 那个土土说 你给我整件衣服 给我整个这个衣服 那衣服 俩人 哎呀 这哥们老铁了 现在的心情是啥样的 土土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女人 一个是我最爱的男人 不管我们俩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到底怎么的 但是面对杜月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去挣 我都会去抢 我去建立了 做完事了 如果这杜月自己的选择 如果他没选择我 我祝福他俩 如果他选择我了 我就一脚拆开他 做完事了